这本书它把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学说 用跟每一个人平常生活相关的这些举例 来描绘给大家知道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知道世界的趋势 趋势大概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科技的发展是会超越我们的想象 另外一个追在我们后面的就是 地球软化的问题 资源耗尽的这个问题 所以人类必须要用一个新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宗教家告诉我们的 你的想要的太多需要的不多 反过来在这儿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反思 就是其实精神领域 也许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提升 那物质领域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节制 那么这样的时候才会走向永续 另外一个角度我看得到的是 跟现在美国发生的这次选举 都有关系的 就是说如果说是弱势跟贫穷 我们不去照顾他的时候 我们去忽略他的时候 终有一天 他可能会加倍加倍地去反扑回来 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正义 是非族群 可能他所有平常看到的一些 认为道德上应该有的这些条件 都没有办法抵制过 他看得到的当贫富差距拉大以后的 产生的一种负面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必须 共同学习的课题 借着这样一本书 让大家重新的看到一个 新的一种态度去面对我们的未来